在最近几次没有威廉王子陪伴的单独外出中,威尔是王妃凯特,米德尔顿展现出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能力,他凭借自己的光芒四射和沉着自若,真正掌控了整个房间。 肢体语言专家指出,凯特在公共活动中似乎表现得很好,不需要依靠丈夫的支持,展现出一个天生注定要做大事的领导者的所有迹象。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专家朱迪·詹姆斯分析了凯特本周单独参加的两次活动的视频和照片。 最近的肢体语言表明,我们现在看到了真正的凯特,瞥见了他与生俱来的能量,权威和热情主宰整个房间的能力。 朱迪·权威的断言,就现实而言,看着凯特在人群中工作,并将他的优雅、真诚的温暖和钢铁般的决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人们不能否认他生来就是舞台中心的亮点。 他的姿势自信地张开,两脚分开,外套敞开,比他的一些更正式的大衣连衣裙和裙子更自由地移动。 朱迪说,凯特的权力姿态散发出自信,没有威廉作为他身边的拐杖,凯特似乎完全自由地展开了自己的翅膀,而不是受到束缚。 朱迪表示赞同,这表明,没有威廉在他身边,他不仅能应付自如,而且生活得很好。 凯特在两次亮相中都表现出色,他充满活力的魅力和对每一次互动的投入都令所有人惊叹不已。 在为王室服务了十多年后,凯特已经适应了公主的角色,他散发出一种冷静的权威,毫不费力地掌控着宫廷。 任何微微缩缩的紫罗兰倾向的痕迹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威延而又诱人的光环,表明他是一位专业人士。 凯特似乎很轻松地通过魅力和微妙的情商掌控着每一次交流。 看着他点亮全场,通过灿烂的微笑和天赋的倾听技巧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及时的融洽关系,人们不禁惊叹于他与人群沟通的天赋。 谁会不放心地向一个如此善于通过同情激发人们最好的自我的女人倾诉呢? 虽然凯特总是恭敬地代表着王室,但他在笑声和闪烁的眼睛中注入了恰到好处的乐趣, 让所有人都放松下来。 他在庄重和幽默之间取得了娴熟的平衡,无论是与政要还是可爱的孩子打交道,他都能轻松自如地满足每一个要求。 真的,凯特天生就是为这份工作而生的,而且不需要配偶的支持。 他从内心深处指挥着一种自信的权威,完全符合他的命运,如何履行未来王后的巅峰角色。 在凯特的掌舵下,勇敢地倡议贴近他的内心,没有人能否认在他的光辉影响下,巨大的变化和进步迫在眉睫。 像这样泰然自若的个人展示只会进一步增强凯特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长的个人形象。 虽然感谢威廉的合作和支持,但他证明了自己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杰出人物。 所有人都为这位杰出女性的魅力,富有远见的领导能力和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奉献精神而欢呼。 从自信的姿态到荣光焕发的微笑,让所有人都放松下来,真实的凯特通过他精湛的个人技巧,真正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他不再是配角,而是拥有每一个闪亮的时刻,他擅长展示天生的天赋,注定要帮助这么多人。 在他鼓舞人心的指导下,积极的未来似乎即将到来,所以勇敢的凯特王妃展示了自己是一个真正不可忽视的力量,不需要丈夫来支撑他的吸引力。 这位非凡的女性将会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她从不休于通过同情心和决心来留下自己的印记。 所有人都为伟大的凯特欢呼,她用笑声,学习和希望带领着我们,用灿烂的微笑和行动来迎接更光明的明天。 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我们是多么幸运地见证了她的旅程。 此外,对于小叔子哈里王子在回忆录备胎中,对他冷嘲热讽的评论也是深深刺痛了她。 王室专家指出,哈里王子和凯特之间曾经亲密的关系已经破裂。 凯特在没有机会回应的情况下发表了商人的言论,努力寻求原谅。 王室记者凯蒂·尼克尔告诉《太阳报》,对于凯特来说,哈里王子公然打破了皇室的一条规则,对家庭事务保持沉默。 当你想到这些私人爆料时,我认为你可以称之为,备胎中对凯特的讥讽,哈里王子打破了一条规则。 在她的回忆录中,哈里王子坦率地描述了凯特与威廉王子恋爱初期的第一次见面。 虽然威廉王子表达了最初对她的真心好感,但她私下也承认,她担心她会让威廉离开他们亲密的关系。 对凯特来说,读到这样的情感可能会让她想起,哈里王子曾经是这样看她的。 没有办法从她的角度来邓轻,考虑到她作为未来女王的角色,凯特无疑也想保护自己的声誉和形象。 在与威廉王子的关系初期,她没有完全支持两兄弟,如果有人暗示她做了什么,她会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有消息称,凯特现在更喜欢与哈里王子保持亲切而疏远的关系,可以理解的是,她拒绝与哈里王子单独相处,以免揭开未愈合的伤口。 由于没有直接发表公报的途径,曾经亲密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伤害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时间可能有助于软化感情,但现在距离提供了所需的空间。 考虑到哈里王子和凯特之间真正的相互关心,尊重和感情,分手真是令人遗憾。 凯特证明了哈里王子从未有过的理想姐妹形象,她以优雅、幽默和同情支持她度过个人挣扎,与她自己的幽默精神相匹配。 回想起来,他们在出现裂痕之前的美好回忆可能会更加刺痛他们。 一些人猜测,由于对凯特的不满,她拒绝参加最近哈里王子参加的一些王室活动。 可以理解的是,作为一个嫂子,她可能只是觉得广泛礼貌的闲聊太令人担忧,因为表面之下留下了未解决的不满。 展望未来,和解似乎遥遥无期,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都知道,直接回击哈里是不应该为自己的小气火上浇油的。 他们的尊严偏好仍然超越挑衅。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安妮公主对彩虹服饰的喜爱无疑是受到她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影响。 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前君主,令人难忘的色彩缤纷的服装遗产成为她在位70年的代名词。 现在,安妮公主似乎也在追随她母亲的着装风格。 9月25日,皇家公主号正式开放了阿伯丁港的新港口,安妮公主出席了这个盛大的场合。 这位查尔斯国王的妹妹看起来大胆而美丽,她穿着一件靓丽的紫红色外套,搭配身子领子和丰富蓬松的质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的外套下面是一双黑色宫廷鞋,并戴着紫红手套和华丽的紫围巾来抵御秋天的寒冷。 安妮公主的完美发迹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她的身份,她还涂抹了一层深红唇膏,使她迷人的整体造型更加完美。 皇室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照片,展示了公主在阿伯丁港的活动。 帖子上写道,阿伯丁港现在是苏格兰最大的停泊港,这个新港口将促进该地区的船舶,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 还提到了公主参与的多个海事。 王室粉丝们很快对公主的时尚装扮发表了评论,公主穿紫色的衣服真好看。 一个粉丝写道,另一个粉丝也赞叹道,华丽的皇家紫色,还有一个粉丝表示公主看起来棒极了,她身上的颜色真是太棒了。 事实上,安妮公主对于大胆,色彩缤纷的造型并不陌生。 上个月,这位73岁的老人与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一起去巴尔莫勒尔堡的教堂,穿着红色的套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妮公主看起来很质朴,她身穿一件凸显轮廓的格子外套,上面装饰着金色纽扣和对比鲜明的红色帆领,搭配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中长裙,长度刚好在膝盖以上。 她还戴着一顶奶油色软泥帽,上面装饰着盛开的玫瑰花布和深红色丝带,这一系列的搭配提升了她的帝王形象。 安妮公主的个性与她的服饰风格相得益彰,她的大胆和色彩缤纷的装扮展现了她独特的魅力。 无论是紫红色的外套还是樱桃红的套装,安妮公主都展现了她对彩虹服饰的热爱和对母亲的怀念。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